警方公監賭場發現一名賭客準備離開 就是你還想跑去哪邊一心情追上去 將他壓制 專小組發現旁邊還有一扇門 從這裡攻堅裡頭整桌賭客都不用跑了 我都不用跑了 直接從現場可以看到這一旁就是早逝 甚至附近的環境都是住宅區 而因此晚上也會比較安靜 而當時警方公監的就是這個賭場的側門 也發出了巨大聲響 一度讓附近的住戶以為是有人在鬥毆 這間賭場位在西梅市三重重新錄一段上 警方進獲勤之後搜准了三天 最後在四號晚上的十一點多公間 警方釀查53歲的林姓女主賢 和好友工程行的老闆借場地 另一晚上時段開賭場 甚至還找來工程行的協力廠商們 一起來賭博 警方這回逮了14人 還查扣了超過175萬的賭資和抽頭金 因為我們是樓上有聽到 好像打麻將之類的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想說有時候一般是家庭的麻將 原本以為賭場藏身在地下室 甚至還在外圍裝設監視器 就可以躲避茶器 結果開設不到一周時間就遭到攻堅 但這回借了朋友的場地開賭場 也害對方得跑警局一趟 釐清他到底知不知情 TVN新聞產品是五星宴新非事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